所以说我每天早晨送无量寿经 下午送地藏经 这是不是没有一心专利 要不要改成每一天专送无量寿经 专送好 专一才有效果 我们从谭虚法师自传里面 看到一个例子 引诚回忆录 是谭虚法师的自传 老法师在魅出家之前 跟几个朋友开一个中教铺 三个朋友 那个时候年纪都还不算大 三四十岁的时候 有个朋友 也是他的股东之一 一个刘居思 每一天督了眼睛 他天天都督 很认得 多了八年 所以他那个小标题是 霸灾寒窗蹲了眼 一步惊 他那一天 中午 这个生意 没什么生意 中午就在柜台上打瞌睡 似梦非梦 就看到有两个人进来了 他就站起来 看到这两个人是他的冤亲在住 心里想来找麻烦 有一点恐慌 但是看到他的面色 很想好 走到他面前 就跪下来了 这两个人 以前他们由财务上的纠纷 打官司 打官司的时候 他打赢了 这两个人上吊吊死 以后他也很后悔 为了这么一点的事情 送了两条人命 他也很难过 就看到这两个人来 跪在他面前 他说 你们两位来什么事情 求超度 他这个心就安了 求超度 不是找麻烦的 他说 我怎么超度你 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行行行 我答应你 看到这两个鬼魂 踩到他的膝盖 踩到肩膀的身体 就有这么大的功效 不要做任何仪式 这是什么 他修行功夫的力量 真实功德 随着一门深入 你有真实功德 你搞太多了 就能困难 这个就说明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功夫成就的时候 会有鬼神找你 只要你答应 不需要任何仪式 这个走了之后 然后又看到 一个女人进来 又看到 他生前的太太 还有一个儿子 都过世了 包括这两个人过来 也跪在在面前 求超度 同样的方式 只要你答应去 都看到他 踩着膝盖 踩着肩膀 这是谭老法师 说的 记在这个 隐成回忆录里面 很好的例子 给我们的教训 自己要真功夫啊 第二 居士 专念经 而不做早晚扩 行不行 行 念经 就是早晚扩 你早晨念一部经 晚上念一部经 这就是早晚扩 过人早晚扩 有不同的做法 不一定要用寺庙里面的扩送本 寺庙扩送本 是他们到常在一起供修 我们自己修行 不便 越简单 越有效 你看有人 他念经也不念 他就念佛号 早晨念一万声佛号 晚上念一万声佛号 他的功夫就也能 都会很有效 真正的 这个 这个 求忘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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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